歡迎收看今天節目大盤今天是反彈的格局 我們看一下電腦畫面 今天開高震盪一路走高 中場壓回 我們看今天是漲了47點 大盤就K線形態來上 目前來講又來到前波高點8500點附近 今天是8456 高點來到8477 大盤成交量能今天只有778億 還是一樣在月均量左右 量能還是稍微有點不足 那我們看到來到前波高點 量能又沒有明顯增加 所以它很容易留下上影線 攻堅力道不足 追高意願也不足 今天盤面上有兩檔重量的股票 跌停板了 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當然是陳宏 陳宏今天跌停板 跌停板沒有破底 但是已經來到低點附近 這一波它從624塊 跌下來 跌到152塊 今天收盤是159 但今天還是一樣又一個跌停板 看起來比較恐慌一點 比較可怕一點 那我們看到這樣一波跌下來就76% 非常可怕的76% 同學朋友人有多少76%可以賠 這種股票你一輩子在股票30年 你都不能碰到一次 你只要碰到一次 那就所有財產都賠光了 很可怕 一跌就76% 那我們看到這一段的格局到底是什麼 高檔到底有什麼跡象 高檔就是三線跌破轉空 懂意思嗎 這邊就是640幾塊附近 就高檔出現人都賣出訊號 跌破轉空 開始一破大跌 跌到這裡之後 買進訊號出現 三線好不容易翻多 但是沒有走幾步路 馬上出現賣訊 有沒有 買訊賣訊 所以他目前在做低檔一個整理 很明顯看到 那為什麼跌那麼深了 都跌76%了還漲不上去 那可以這時候可以參考周線 大盤周線 股權系統的周線 個股的周線打777 在陳宏的畫面裡面打77 你就看到 為什麼這一波會跌下來跌那麼深 反彈之後又跌下來 那跌下來跌了76% 這一段跌下來跌76% 那跌76%之後 為什麼還是漲不動 來特寫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哇 跌那麼深了 還是出現四個反壓 這周線來看 所以明顯的告訴我們 這段股票就算 短線上他反彈了自跌了 可是他反壓的賣訊 還是非常的強大 而且在不遠的地方 所以這種股票就不值得去搶反彈 所以上次有跟大家提醒過 這種股票你不要隨便去亂搶 有反彈利用高點趕快出場 這是我之前跟你講過的話 那我們思考這段股票這樣一跌76% 那請問在高檔的時候 什麼時候是高檔 高檔的時候有沒有人提醒你 我相信是不會有人提醒你的 因為你不一定知道 也不一定有人看得懂 那這裡是非常危險的一個點 這是站在一個斷崖旁邊有沒有 一跌76% 所以當你不曉得站到這個斷崖旁邊 一旦掉下去那就粉身碎骨了 站在斷崖的時候 看到斷崖的時候 張毅民有跟大家提醒過了 真的嗎就在這裡 有跟他講過這不能買啊 就這裡有沒有 買完之後後面這段就是要掉下來了 崩盤了有沒有 在這裡的時候590 600塊附近我跟他講 這不能再追了 因為已經跌破了 當時是5月31號 當時跟他講很多人都不相信 因為當時有很多很多利多 陳宏上半年賺很多錢 當我跟你講這樣股票不能買的時候 沒有人相信 那我們再來看看這一段精彩重播 你看我當時怎麼講 後來跌了76%來打破錢 當你發現錯的時候 你可能要繳很多很多學費了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來陳宏 高檔整理 整理兩個月了 三個月了 已經5月底了 已經整理三個月了 為什麼在這裡高檔整理漲不上去 請問你要不要看看法人動作 如果法人開始賣 有一天當他賣完之後 股價破底了 開始破線 你想要跑已經來不及了 來 請問法人最近動作在做什麼 你告訴我 好像在賣抄耶 你看高檔好像平靜無波 可是法人在做一個很大量的賣抄耶 你要小心喔 那如果股神系統在跌破 哎唷真的破了耶 這真的很危險耶 頭這邊喔 所以你可能不曉得它危險所在 但是我要告訴你這股票很危險 你問我會不會去買這種股票做多 我不會 要嘛我就放空它 要嘛我就放空它 你如果會不會把這種股票做多 不可能 要嘛我就放空它 後來空了兩次 陳隆當然後來崩盤跌76% 那我們看到今天的陳隆再度跌停板 但是跌停板意義很重大 為什麼 如果高檔跟你講多 當時590 今天呢 159 你看你拉回76%了 你這一段如果沒有避開 你一輩子碰到一次就好了 就全部都完了 這種格局叫做 三線跌破轉空的格局 只可惜沒有人會告訴你 這種股票不能買 那這幾個月過去了 從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 到現在11月12月 將近7個月了 我從來沒有在電視上講一天 陳隆可以買 我看多陳隆 絕對沒有 為什麼 那格局就是不對嘛 那我們看陳隆跌停 陽城也跌停 可是這兩檔跌停意義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 你看陳隆今天跌停板對不對 跌停 跌停好像都一樣 不一樣 他今天跌停板跌76%了 他今天跌停板 那我們看陽城 整理完成之後噴出 這邊是63 這邊122 拉了將近5成之後 今天一根跌停板 很好啊 我覺得很好啊 沒有跌停怎麼會讓 沒有上車人能夠買進 那你騎人看一檔股票 能夠短線拉5成 不久嘛 大概一個月而已 這很強喔 很強勢的股票 對不對 整理完成之後噴出 拉5成 跟陳隆完全不一樣 陳隆慢慢跌慢慢跌 有時候要反彈漲停 最後跌了76% 但你看陽城盤整 盤了一段時間之後噴出 短短一個多位 漲了5成 今天跌停板 有什麼關係 股票怎麼可能只會漲不會跌 大概跟跌停板下又不會怎樣 我們這叫什麼格局 這叫三線翻多啊 一根跌停也不可能改變它的趨勢啊 那我們再看周線好了 你看這一段我沒有跟你講買 這邊開始我跟妳講 這股票要翻多了 你看這邊從10幾塊 一二十塊開始 大漲一破之後高檔整理 周線很明顯 這是周線 賣出訊號買進訊號 賣出訊號買進訊號 第二次買進訊號碰到這個整理區 賣訊買訊 賣訊就整理區 碰到整理區買訊怎麼樣 拉長宏 要噴出有沒有 做一個噴出 你看周線這幾根5個禮拜而已 他已經拉50%上來了 快要50%了 這格局到底走完了沒有 周線還沒有走完 日線呢 日線也還沒有走完啊 所以你說陳宏跌停板 楊承的跌停板 他們完全架構都不一樣 你看到兩瓶酒 酒瓶都一樣 裡面裝的酒不一樣 絕對很不同的東西 所以你做股票不能看表象 你看表象是不準的 懂嗎 這什麼格局 這沒有跌破啊 我們再看另外一檔股票好了 你看這檔股票 整理很久很久 對不對 整理了這周線 整理很久 整理了兩三年之後 整理這邊都空頭 有沒有很多反壓 漲了漲不動 來到這裡 最近你發現 哎唷 買進訊號 買進訊號 特寫 連續兩個買進訊號出現 有沒有 有齁 出現連續兩個買進訊號 而且三線翻多了 你發現那股票 慢慢往上攻擊要上來了 有齁 今年不在這裡 比如說反壓 反壓在這裡 他就突破反壓了 所以你必須這檔股票 後市要值得追蹤了 所以做一檔股票 看一檔股票都不困難 只是你有沒有一個好的方法 好的科學的工具 能夠判斷出它的正確的方向 那如果有就很棒了 來 比如說 這檔股票我們看它的格局 好不好 不好啊 這段好不好 這段很漂亮啊 這段真超漂亮 有沒有 都三線翻多 大漲一波 漲完之後來到這裡 對不起 要整理了 看出來嗎 賣出去那買進訊號 賣出去一大堆 買進訊號 有沒有 賣出去那有沒有 買進訊號 賣出去買進訊號 所以他賣目前在整理格局 三線已經跌破了 那這算什麼 這整理已經算是很強了 他畢竟沒有大跌 他在那邊高檔震盪整理 這已經算很強了 那現在是什麼時候漲 必須等三線再翻兩再說 懂意思嗎 那如果沒有 這種股票是整理啊 整理幾個月了 你看從這裡9月 10月11 12已經整理3個月了 請問3個月前跟3個月後有差別嗎 沒有差別 強勢整理嘛 但是他還是整理 要整理幾個月 搞不好4個月 搞不好5個月 搞不好6個月 我也不知道啊 這種股票我不會去買 懂意思嗎 也不值得去買 因為他整理嘛 來 譬如說 這股票呢 這一段很強喔 哇 大漲一倍 那我們漲到這裡之後 開始出現賣出去 不對三線跌破了 看得出來嗎 這格局已經破壞掉了 有沒有 這格局已經破壞掉了 所以你從9月買到現在 現在12月了 10月啦 這10月 10月買到現在 11 12 12月快夠完了 有沒有 你買了快兩個月了 請問會不會賺錢 不會啊 你兩個月前在這裡 兩個月後在這裡 你還是賺不到錢 那原因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整理格局 所以你買的股票什麼格局 三線泛多的 還是整理格局 還是空頭反彈 那如果你沒有能力去判別 你告訴我你怎麼做股票 怎麼可能賺到錢 來 我們看它雙胞胎好了 像這種股票 現行這樣對不對 大漲一波壓回反彈 大漲一波之後壓回反彈 不是一樣嗎 這不是好兄弟嗎 對啊 都空頭有沒有 都跌破轉空 所以它整理有沒有 這都在整理 大漲一波之後整理 大漲一波之後整理 所以你要買這一段 我很贊成 舉雙手贊成 你要去買這一段 你可能爆三個月到現在套牢 就這樣子而已啊 所以你有沒有本市把一檔股票 多空看得很清楚 哪邊多 這邊多啊 這邊當然是多頭啊 有沒有 三線翻多 沒有任何賣訊 這邊呢 當然叫空頭啊 因為它已經轉空了 而且高漲雖然很多賣訊了 所以這邊的股票 我不會做多 這邊的股票 我不會放空 那反過來這邊的股票 你會做多 這邊的股票 甚至放個短空 就會有錢賺啦 其實不困難 懂意思嗎 來 這不是他好兄弟 一模一樣啊 有沒有 這又是他好兄弟 有沒有 你看格局是不是一樣 大漲一波都壓回 轉空 大漲一波壓回轉空 都一樣啊 所以這種格局 他不是好兄弟嗎 都一樣啊 這種格局我們就不要去做他了 你幹嘛去買這種股票 買也賺不到錢 來 先記 盤整上面有賣出 下面買金 盤整完之後崩盤 看到嗎 從這裡盤了三個月開始崩盤 下次什麼時候可以買 等三線翻多再說 所以這種股票不會買 我不能買 也不會帶後人去買 這就是操作的一個邏輯 懂意思嗎 這股票呢 一樣前面再整理 整理完之後 反彈無效 因為還是空頭格局 最後崩盤 反彈之後 對不起 還是沒有三線翻多 這種股票看一看就好了 你買進去可能要賠四成 聽懂意思嗎 那反過來思考 高檔剛轉空 像陳宏這樣 要不要跑 這當然要跑 高中股票趕快跑 腳底抹油 腳底抹油快痠 不然跌下來就會受傷 高檔出現賣訊了 那不是一樣嗎 高檔已經出現賣訊 而且三線跌破了 有沒有 這個呢 好一點點 因為它還沒有三線破 可是高檔出現反壓了 高檔出現反壓有兩種情形 第一個反壓出現完之後 再出現買進訊號 就像這裡 反壓出現完再出現買進訊號 而且用跳空長紅 再漲一波 那如果沒有就是要整理了 最好整理壞的話 三線跌破開始往下修正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樣你就會看股票了 來比如說太極 前面再整理 整理時間很長 整理三個月 整理完 過程裡面很多買進訊號 最後噴出 來到這裡 高檔出現賣訊 區域線還在多方 告訴我們它進入一個多頭的整理 有沒有 那整理就是一個震盪格局 搞不好一震盪又是好幾個月 那什麼時候才可以追追 很簡單 看到長紅跳空長紅 拉長紅棒 突破反壓 那就是要往上再一波了 那如果三線跌破 跌破反壓 跌破支撐區 那就是往下修正 就這樣而已 是不是很簡單 所以如果你有這種股票 就不要再加碼了 等待 甚至要出場了 統一是吧 所以如果你有本事 一秒鐘 就把每檔股票多空 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股票能夠選好 不要買錯了 你看你贏的機會是不是變很大了 所以股票操作 有人說怎麼做 就這樣而已 不困難 但就真的需要一點工具來幫助你 需要一個專業的人來幫助你 後許你就差這麼一點點 當你這一點點突破 後許就海破天空了 懂意思嗎 後許股神系統就剛好可以幫助你 不足的這一點點 但是整個輸贏的關鍵 也就是這一點點 你看錯就沒有了 懂意思嗎 如果你現在覺得他可以幫助你 對你來講 是有用的 那你何必客氣呢 你何必在那邊亂坐 然後最後做數又賠錢 那就很可惜了 你說什麼道理 我們這段廣告 再回到現場 我們這段廣告 是 我們這段廣告 我們這段廣告 是 世界首席全新完工 邀民见商 2600668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代有 嘴气贴 先用气贴 好 欢迎来到现场 高档我们来看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一跌跌了四十几% 为什么 我们看一下 一跌跌了42% 高档64块 跌到了40块左右 跌了42% 跌得非常非常的深 为什么不能买 我们看电脑 这边曾经在八月初的时候拉两根长虹棒上来 拉涨停 没有锁拉涨停 对不对 但最后崩盘 崩盘前还拉一根涨停板 懂意思吗 崩盘之前 有 这边还拉一根涨停板 对不对 在九月初的时候拉一根涨停板 八月下旬的时候 八月中旬的时候 拉两根涨停 没有锁 最后为什么崩盘 做两个头 一个头 两个头 最后崩盘了 你可能不晓得为什么 来看股神系统 看八月的时候 为什么拉两根 这两根 拉两根之后 却是没有销 来 我们看股神系统在这里 有没有八月 这没有翻多 这拉两根没有用 九月初又拉一根涨停板 九月初在这里 这根 有没有翻多 没有 还是空头隔绝 所以我不会去买这种股票 懂吗 但你不晓得人 你可能就看到这涨停板就追了 最后就崩盘了 懂意思吗 来 涨停板就在这里 有没有 这两根就在这里 根本没有翻多 他们没有翻多 最后你买进去 那四十几%就中奖了 就要赔很多很多钱了 所以曾经有人说 股票做输了 比在路边被抢劫还可怕 为什么 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说股票做输了 比在路边被抢劫还可怕 来 看到没有 未来股市可能有五分之一会涨 因为现在大盘整 五分之四会跌 也就是大部分的股票会跌 少部分的股票会涨 多空都可以做啦 其实都可以做 像刚刚股票可不可以做空 可以啊 当然可以 一跌42% 多空都可以做 但做错了比被抢劫还要惨 为什么 你去出门抢劫 你能贷多少钱 一万块两万块 你被抢就一万块两万块 但是你这股票操作 你可能一赔 哎呦 一千万一赔四百多万 短短半年而已 十几%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的股票 完了你做错了 那真的是比被抢劫还要惨 所以你这要做股票 你一定要把方向看清楚 这股票到底是多头 到底是空头 你看不清楚不要做 这格局是什么空头啊 那你买进去 四成就不见了 来 很可怕 比被抢劫还可怕 短短三个月跌了五十几% 你看你怎么 怎么避开这一段 你没有本事 你没有小的 没有股神系统 不晓得这是卖出去的 不晓得这里不能追 不晓得这是反弹格局 反押很沉重 你追上去就中奖 就55%就不见了 有没有 当你买了群创 你半年前买了 到现在可能赔五成了 你可能不晓得群创 现在负债 公司啊 对银行啊 负债还有三千多亿 如果一家公司跟你讲 我有三千多亿的负债 你来投资我 你敢吗 你绝对不敢 但是你去买群创 很可怕 来 佑达 佑达负债也一样 不少 有没有 你敢去买这种股票吗 这什么格局 这不是空头格局吗 有没有 你有没有看到三千贩多 这边有贩多 下面没有啊 所以你看半年过去了 都没有三千贩多过 那这种股票你怎么买 一百四十几%的 有没有 红达电光这一小段都跌六成了 很可怕 郁金光 大力光还在创高 郁金光跌了六几% 那为什么 因为它在空头格局 所以我们说股票市场 你万一做错了 买错了股票你买郁金光 完蛋了 这段赔下来很可怕 有没有 做错了比被抢劫还要惨 这真的 一赔六成 七成 你买抽成红七成七几%的 所以很简单 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一个工具来帮助你 不然高档你通常没办法判断了 懂意思吗 一个过去可行 现在可行 未来也可行的工具来帮助你 讲的很重要对不对 过去可以 未来可以 现在可以 过去知道了嘛 可以验证 现在也可以验证 未来怎么验证 从这边要 很简单 未来需要时间验证 哪一套软体在市场里面 已经用很久了 张立民的股城系统 在市场13年了 今天迈入第14年了 一样能够经得起多空的考验 懂意思吗 过去可以 现在可以 未来也可以 不容易 能够闯荡很久很久的工具 不是一天准 那明天就不准 那你买来干嘛 是不是 没有工具 没有任何工具是万能 我要特别跟你强调 很多跟你说 他买了 挑出来之后 一档会连标三天 这绝对是骗你的 我已经悬赏2000万 悬赏很久都没有来领 你有那种工具 你不用操作 你这时间拿来卖我就好了 你不用操作了 那浪费时间 没来任何一个工具是万能的 但股神系统可以做到 你现在所不能的 或许你没办法去判 北一档股票要多跟空 但股神系统可以帮助你 这样就够了 这样就很好了 这种股票高档出去卖逊了 所以在20号涨了十几块 同一边我没跟你说可以买 没有啊 看这么多反押要怎么买 今天有没有跌 你自己去看 好像跌下来了 那这个呢 这OK啊 这是多头格局 大涨一波 这一波我也有做 大涨一波 开始压回我就不做了 最近拉上来又突破反押区 那我就再进场 就股票就这样 像这个呢 这OK啊 这多头格局 这一个多头就是多头 你看从59块涨到80块 涨到20块了 60块涨20块涨三层了 很棒哦 有没有 这三线反抖的格局 那比如说 召回 请问这是不是很多买进薰号 有没有喷出 有哦 所以我做这一段 不错哦 可以赚到钱吗 11块7 不多啦 把它赚的钱放到口袋里面去了 股票要怎么做 很简单 要工具有好的方法来操作 甚至可以来回不断的操作 但是要记得股票不是买衣服 不是可以看到就可以买了 熟悉的个股来回操作 能够掌握股价 能够赚更多的钱 我举例一下 真的很多股票可以来回操作嘛 洋城 这是五月份的时候 73买进 73.2再买进 79.7出掉 13.2元放到口袋 12月 95块买进 95 我没有买最低 因为当时要有股票 买在这里 多头格局没有改变 买进去 95 105 获利出场入带为安 108再买进 来回操作 已经四次了 三次了 赚4块又出场 有没有 光这档股票 就可以赚20几块了 快要30块了 来 哎呦 漂亮 有没有 今天当然跌停板 我这很多人又害怕了 有没有 什么时候可以买 听我口令 我现在才会在进场买这档股票 来洋城 往家 这都可以来回操作 这一段我没有买 有没有 这一段我有买 来 往家 礼拜四涨停板 公二往家 235赚10块了 获利出场入带为安 那表示225有买吗 225买的 有没有 225 有了 来 那我之前什么时候操作 在这里 11月25 213买的 213 有 223再卖掉 哎呦 每次都赚10块 10块10块就20块了 对不对 来 152买 这是6月19 152 赚14块 哎呦 10块10块14块34块了 有没有 再加一个特惠9块 有没有 那如果有参加 又有台湾特惠34再加9 哇天哪 已经45块了 所以一段股票可以不断不断的不断的来回操作 但是要记得只做多那一段 空那一段要做可以要放空 不要买错了 来 资源 这可不可以做 有没有脱离盘整区有 盘整区有都反压 拉红棒 跳空 拉红棒 表示脱离反压区 36.6 买进 39.9 36.6到39.9 3块3放口袋 可不可以 可以 来 40.4 附近买进 来 有没有 在这边 40元 40.5 都有 41.6 2块7把它除掉 刚刚3块3 4块3千6块2块7 所以我们说一档股票可以做什么 可以来回不断不断的操作 只是没有人告诉你这个道理 不要看到喜欢就想要买 股票不是衣服 懂意思吗 不是随便都能买 看到就买 你手边股票一定100多档 你就不用看股票 你看大盘就好了 什么股票都有了嘛 不是啦 做股票 股票市场不要把它当作买衣服 不是啦 百货公司 看了喜欢就要买 不是的 在熟悉的个股来回操作 更能够掌握它的股价 更能够有机会赚到钱 懂意思吗 来 最后一个重要的观念 那你当然说这好像都赚不多 也有多的啊 当列入出现的时候 这列入可能是一只大恐龙 刚讲你会觉得 都赚三几块不错 可是没有赚到一大坡的 每个都想赚到一大坡的 但是也要让股票啊 但是没办法股票也不能强求 对不对 当列入出现的时候 大恐龙出现的时候 要用最有效方法抓住它 强势股发动前 都会有一段潜伏期 潜长期 一发动就是一大坡 就大恐龙 但是你不一定找到大恐龙 来 请问他有没有开始发动了 有哦 准备要发动了哦 因为15个买已经讯号 大量多方在那边集结 兵马在那边集结 表示他功了哦 来 190 有人说你为什么买190 看到这种格局 你叫我不要买 哦 好痛哭哦 好股票也敲我不要 这很痛苦哦 有没有 190 所以我就买了 191都买 买完不到两个月在这里买 268 本来在这里已经找到这里 268了 获利出场都带回来 155 有没有 后来要做一次12块 这两个150 后来做一次12块 167 所以股票真的不困难 只是你真的要找到一个方法 特别会有你做两次 76跟12 有没有 88 所以一档股票就可以赚很多钱 有没有 懂意思吗 太极也是一样 他有一段潜伏期 长一段时间 对不对 多头要开始涨的时候 兵马会集结 很多买进去要出现 他就开始喷出 所以当这里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 跟刚刚的这个一样 当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要进场 然后就喷出了 有没有 他就可以恭喜了 把它卖掉 卖掉赚多少 77% 懂意思吗 所以股票操作真的有方法 有技巧 你把这方法找对了 这个技巧找对 股票市场是赚不完 股票市场不是衣服 不是看到就可以买 熟悉的股票来回操作 更能够让你赚大钱 有没有道理 我们今天进行到这里 明天再见 有些事情一辈子都不可能忘记 有些事情一辈子都不可能忘记 能活下来需要运气跟需要勇气 谢谢大家让我们有了新家 四年来是不见断的加油 陪我们一起走出阴影 四年了谢谢大家 我们会继续努力好好生活 因为有爱的地方就是家乡就有力量 重建新居 重建希望 大于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 财富人生 施负专线 零二二五零零六九 也可以